是由台中檢調所帶走 它所有清澈所帶走 但是依照我剛剛所講的 它的流向占了台灣七成的市場 所以合理懷疑 所有的比較大型的通路 還有傳統市場 應該都已經淪陷 所以我們再次強調 如果民眾還有通路業者 有購買雙鴻公司的這些產品 都不可以再使用 新北市總共賣了多少 要掌握多少的流向 我們知道台灣七成以上的流向 那有多少 非常的驚人 但是所有的檢調的顧測 都在檢調手上 是 我們配合作業 但是檢調它把所有顧測拿走 但是我們機查人員 還在現場問他們相關的業務員會計 我相信很快都會有知道流向 那也在這邊再次呼籲 有跟雙鴻公司 購買的這些產品的通路上 應該要立即配合下架回收消費 謝謝 謝謝 小探戶 是 agan